接下來要跟各位上的內容叫做運用 這些東西都是利用電的交互作用 我們會簡單帶過舊式的CRT螢幕跟安培計、伏特計 我們的重點在後面的馬達 這個是古老的現在應該很難再看見的老式的電視機 有所謂的陰極射線管 它會從後面射出電子 然後會打在螢幕上就會發光發亮 然後會掃過來掃過去 所以以前有所謂的掃描線 有所謂的交錯式跟非交錯式 不管它 那它怎麼控制那個電子打到哪個點 就是有一個磁鐵 然後讓它偏向 然後打到它要打的地方 所以就是電池交互作用 這邊有所謂的安培計、伏特計的原理 基本上類似 這邊有一個磁鐵 這個線圈 線圈通電之後 電流在磁廠中會受力 然後如果你的電流越大 受力就會越大 偏轉就會越多 偏轉就會越多 然後就會指示說這個量有多少 所以這也是一個 所謂的電池交互作用的運用 簡單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重點是放在所謂的馬達 馬達就是通過電流之後 在磁廠中受力 它就會轉圈圈 這個叫做電動機 俗稱叫做馬達 電動機就叫馬達 所以基本上通電會轉的 通常就是會有馬達 這個東西如果通電之後會轉動的 來放就是會有所謂的馬達 好 就是像這個電風扇 吸塵器 吹風機 抽水機 洗衣機 玩具 汽車 這些東西裡面都有所謂的馬達 然後給了它動力讓它會運動 讓它運動 所以我給它電 讓它去會動 好 讓它去會動 通電之後會轉動的裝置就是馬達 所以我是給電能變成動能 所以它是一個所謂的電能變成力學能的裝置 然後我們後面要交發電機 是轉轉之後會有電 就變成力學能換成電能跟它相反 這個是電能變成力學能 電能變成力學能 那麼這件事情你們其實在小學玩過了 你小學六小六時候有玩過一個馬達 直流電動機 你有沒有印象 你小時候玩過的 OK 好 東西是一樣的 那麼這邊是一個裝置的名字 有人會考試 就要小得一下 考得一下 OK 旁邊要放一個電子 算個磁鐵 叫做所謂的廠磁鐵 廠磁鐵 用來提供我們磁鐵 中間有個圈圈 我們叫做電梳 我們叫做電梳 然後它會在那邊轉動 轉動 然後你看它圖在那紅紅的 那個叫做極電環 旁邊有個叫做電刷 因為那個線圈會轉 所以那個線圈如果你直接這樣子轉 它可能會打結會糾結 所以我讓我去碰到極電環 極電環沒有動 然後旁邊是電刷 讓我的電能夠流進流出 然後在極電環裡面轉圈圈 這樣它就不會打結 不會打結 不會直接轉 就直接打結 叫極電環 我們教的叫做直流電動劑 所以我們的極電環是兩個半圓形 兩個半圓形 OK 名字知道一下有人會問 重點是這個 它怎麼轉 這張圖是舊的圖 舊的馬達是這樣教的 就需要用到所謂的電池交互作用 你才知道怎麼轉 圖上面顯示 我的左邊這一條呢 電流是從裡面流到外面 所以大拇指朝外 磁場是N到S 所以朝向右邊 受力是向上 所以左邊的這個受力向上 所以它怎麼轉 瞬時鐘轉動 瞬時鐘 瞬時鐘轉動 那為什麼叫做直流電動機呢 你看下面 電流永遠都從右邊流進來 碰到電刷 碰到極電環 然後再給我的線圈 然後從左邊流出去 所以這個線圈在裡面怎麼轉怎麼轉 碰到都是右邊流入左邊流出 所以呢 電流的方向是固定的 就是右邊流進來 左邊流出去 所以叫做直流電 叫直流電動機 然後你就會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左邊這一條為準 它在左邊的時候 它碰到的是要流出去的 然後轉到右邊變什麼 流進來 所以它每半確定的方向會 換一次 會換一次 這等一下會再提到它 就是我們的舊的圖 是這樣子畫 然後問你它會怎麼轉 要用到我們的右手開掌定則 等一下會講現在課本畫的圖 現在課本怎麼畫的 我們等一下再告訴你 OK 要這樣轉動 然後 那麼剛剛講過 它每轉半圈 變成就會換一次 那麼在 左邊的時候 我的受力向上 轉到右邊方向相反 變成受力向下 但是呢 因為左右顛倒 所以上下 結果方向還是一樣 通通通都是速度中轉 所以 電輸每轉半圈 轉換一次 然後呢 整個線圈的轉動方向 是一樣的 維持速度中 或者是逆時鐘 然後呢 電流方向固定 我圖上顯示是 右邊流入 左邊流出 所以電流方向一定 所以叫做直流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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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裡有個影片 日本的影片 做的是類似的 就給你 可以顯示 它的電流呢 在左邊是正 然後流過來 所以 左右兩邊的電流方向不一樣 但是受力都讓它為時 逆時鐘轉 這個用右手開掌 就是要我們要轉動 然後每轉半圈電流 會換方向一次 但是轉動方向會固定 這又是 講我剛才跟你所介紹過的事情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